大家好,我是曙光咖啡的光光 我的工作是咖啡機的維修 那現在我們有做自己的咖啡機的品牌 像這台Rotto,就是我們自己開發設計製造的 那因為我工作的關係,我常常會被問到說 咖啡機的清潔,怎麼清潔 因為回答的太多次了,每次要講很多次 所以我覺得我就拍個影片跟大家說 那以後大家直接搜尋就可以了 那我們的清潔方式 其實清潔方式很多人有講很多種方式的 那我們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方法 那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那我們清潔的話,我們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清水的逆洗,一個是藥粉的清潔 那清水逆洗基本上就是每天至少一定要做 那藥粉清潔的話,可以看你的生意量 你可以一個禮拜做個兩次或三次 甚至你每天做也都可以 那清水逆洗的動作呢 你甚至可以說,我中午忙完一撥之後 我可以洗一下窗帽頭也可以 那清水逆洗的方式,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一般我們煮咖啡的時候是用這種有孔的 有洞的這個濾杯 那我們在清潔的時候,我們就要換一個是沒有洞的 像這個 這個是沒有洞的 那換上去之後呢 我的習慣呢 如果你沒有毛刷 沒有像這種毛刷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 如果你有毛刷,你可以這樣子 就是把沖泡頭刷一刷 把那個咖啡渣給洗下來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毛刷呢 你可以用這個沒有孔的 那先不要扣緊 先不要扣緊 讓那個水從沖泡頭旁邊擠出來 那順便把咖啡渣給帶出來 這樣做完之後呢 把水倒掉 然後再把它扣緊 按連續沖主鍵 大概5到10秒鐘就按停 那這個動作呢 連續做個5次6次 那這個動作的目的是 用熱水 去沖 那個沖泡頭裡面的管路 那這個管路 剛好就是咖啡液會經過的地方 那我們就是利用熱水 把殘留咖啡液給帶走 這樣子 這連續做個5、6次就可以了 注意的是這個5到10秒鐘就要停 有些人會按說 等它燈閃的時候才停 那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燈閃的時候 它其實是我們的電腦板 在告訴你說 我的已經按了充足了 但是經過很長的時間之後 它水沒有通過 表示說機器可能某個地方有問題了 它是一個警示的作用 它不是告訴你說 衝洗到現在是可以的 所以不要等它燈閃 5到10秒就讓它停 好 這個動作我說5、6次就可以了 這就是基本的清水逆行 那 那 藥粉清潔呢 藥粉清潔的時候 一樣 我們一開始 先把它洗掉 洗掉之後呢 我們放一點點藥粉 那藥粉的量呢 大概是一小茶匙 大概是像 如果你有 這種刷子 旁邊有一個小湯匙 你隨便找一個小湯匙都可以 那量不用太多 大概是像 這樣 看得到嗎 這樣 一點點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扣上去 扣上去之後 一樣按連續充足鍵 然後5到10秒鐘 好 再按停 按停之後呢 這個藥粉 會溶解在水裡面 然後一樣 經過剛剛我們講的 那個 咖啡衣會經過的管路 那這時候呢 藥粉要跟這個 咖啡衣的油垢其反應 他們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讓它泡著 就跟洗衣服一樣 就是讓它泡一下 那泡的時間 大概兩三分鐘 那不夠也沒關係 然後 太長也沒有關係 這個時間 你可以去 收別的東西 洗洗杯子啊 收收盤子啊 打掃啊 那時間超過沒有關係 那兩三分鐘之後再回來 那一樣的動作 連續充足鍵按下去 5到10秒鐘 然後再按停 然後一樣 再泡個兩三分鐘 那一樣去做別的事情 那這個時間 這個輪迴啊 這個 這個 程序 可以做個 5次 就是 按下去 5到10秒 5到10秒鐘 按停之後 等兩三分鐘 然後這個 循環做個 5次 做5次之後 有 你也可以甚至說 我做完第5次之後啊 我就不要拆下來 我就把它泡著 然後關機 這時候呢 你把它泡到隔天早上之後 再做下一步的動作也可以 好 那 呃 第5次做完之後的下一步動作是什麼 我們把這個拿起來之後啊 這邊會有一些參與的藥水 會有一些參與的藥水 那我習慣不要浪費這個藥水 我一樣這樣子 好 讓那個 它 藥水去洗一下沖泡頭的邊邊 然後呢 再把這個藥水 倒掉 好 一樣 那 呃 藥水清潔完之後呢 我們為了怕 呃 參與的藥水 呃 留在這個管路裡面 好 那我們就是用 清水逆洗的動作 讓 這個熱水把這個參與的藥水帶走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一樣就是 呃 不要扣緊 好 不要扣緊 好 然後洗一下 然後再把它扣緊之後呢 一樣 好 5到10秒鐘 按停 好 因為是清水逆急 所以不用等 就直接做就可以了 這個5次6次就可以了 連續做5、6次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那就是我們 呃 做咖啡機清潔的一個方式 給大家做參考 那 呃 我想說 因為我們在工作上 會常常遇到一些 呃 常常見的問題 那 呃 我之後呢 會陸陸續續拍一些影片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呃 如果你有一台咖啡機的話 你要怎麼去 使用它 保養它 那 機器裡面呢 可能會有一些 出現哪些問題 那這時候你可以 呃 自己排除的方法是什麼 好 那 有機會的話 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呃 咖啡機的 呃 每個零件的功能啊 還有它的原理啊 那 如果大家有什麼 想要知道的話呢 呃 也歡迎大家留言給我們 OK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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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